取消除全昔日的股价制度 因为我们每年除息都是很辛苦 尤其现在最近几年大家配的都比较多 所以这个 这的确是一个造成一个影响 可扣底税率减半今年上路 市场气息卖压沉重 就连金虹龙头也直说 填得很辛苦 有业者趁机提议比照美股 取消除全昔日下调股价制度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 尤其美国 一些几个重要的欧美国家 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一样 除全除息之后 股价往下调的一个动作 那么所以这一块是法人比较赞同这一块 除息忘记后 台股将凭空蒸发400点 有散户在金管会主委脸书 po文抱怨 为什么公司赚钱配息 隔天股价却要往下调 曾敏宗首次回应 正在检讨研究可能性 但看在专家眼中却有利弊 虽然散户能领到一笔资金 不过却有可能因为长期习惯 被股价高点迷惑 或者失去一波填息的多头行情 台湾是以散户的市场是居大部分 而欧美国家的市场是法人的市场 基本上差异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那我们认为说投资人在这一块 不用太过于琢磨 毕竟它跟股票的趋势是没有关系的 分析师提醒各国行情不同 如果各股基本面不佳 发放股力后最终还是会反映实际价值 在新闻王明辉陈宜杰台北报导